蓝友们大家好,我是蓝花又一开 这期视频我想跟蓝友们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蓝花,尤其是剑蓝,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花期了 昨天我出了一个视频讲我们有花苞的时候不要打杀虫药 避开这个花苞 然后好多蓝友评论区问我为什么自己的剑蓝还没有出花苞 这里面我先跟蓝友们说一下 是因为我自己的剑蓝吧,冬季是全日照的 这蓝花它的花芽分化 并不是说六月份开花,它六月份的时候才分化花芽 一般如果六月份开花的话 那么它这个花芽会在三十月份的时候分化 在这个炉头里酝酿着 然后到这个气温升高的时候 它自然会把这个花芽分化出来就出土了 然后逐渐长得剑蓝开花快 剑蓝一般从这个花芽出土 它不会有停滞,它就会一直逐渐的长 因为我自己的蓝花冬季的时候是一个全日绕的环境 冬季的时候是不需要避光的 然后另外这里面跟蓝友们说一下 像剑蓝,我自己的习惯 当然这个不绝对 就是剑蓝的是花要秋天分 秋天的时候你分苗 这样经过一个冬天 它这个浮盆生长 然后它是不会影响这个夏季来花的 当然这个不绝对 不是完全的 然后另外跟蓝友们说一下 您这个蓝花没有出这个花芽 要看一下自己这个苗芹 看看自己这个蓝花根够不够壮 然后这个炉头够不够壮 其实这个角度看不看得清楚 看这一个状苗 这个炉头好大的 它分化了两个苗 它出了两个芽 现在又出了一杆花 这个很壮的 要这种壮壮的苗 才会出这个花芽 而且剑蓝有一个特征是什么 它三代苗几乎是不会开花的 当然这个都不是绝对的 但是大部分剑蓝三代苗以后就不会开花了 这个就是三代苗 这个苗很好数的 像这种最新的苗子就是一代苗嘛 然后后面这个是二代苗 这个就是三代苗了 三代苗就很难开花 所以要看蓝友们自己手里这个花哈 有多壮 比如说像这种一代苗的话 现在只有六月份 这个再长一个月 这个炉头就会丰满起来 炉头丰满起来 马上就会分化花芽的这一种 所以说蓝友们不要心急哈 只要您这个苗子够壮 根够好 是一定会出花的 那我们在这个兰花哈 尤其建兰这个季节 苗子也很好 根也很好 但是它就没有来花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适当的 还用一点这个粗花的磷甲肥 这个磷甲肥可以用花多多二 也可以用单纯的磷酸二青甲 这个都没有关系的 都可以的 我们同样是如果喷叶的话 就是一比一千的比例 如果是灌根的话 就把这个浓度呢 调高一点 就是一比一千五的比例哈 来给它灌一次根 不要常用 两次就够了哈 就是灌根的话 一个月不要超过一次 灌根太勤的话 这个兰花受不了的 再有一个小技巧哈 就是这个植物啊 它有一个危机感 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怎么样哈 适当的拍拍这个盆壁 就是适当的哈 你这个手啊 看得清吗 来友们压着点盆面哈 别让这个炉头晃动 别让根晃动太大了 然后我们适当的 就这样拍一下盆壁就行了 让这个植料哈 和这个根松散一下 给这个植物一个危机感 这样的话 也能很有效的促使它来花 再有一个就是控水 就是比如说 这个建兰现在花期到了 它还没有出花嘛 那我们如果平常是五天给兰花 浇一次水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延长一下 延长到七天八天来浇一次 同样是刚才那个道理 就是植物的这个危机感 它一感觉到渴了 马上想繁育后代了 然后它也会促使它 分化这个花芽 但是这里都有一个大前提 你看蓝友们 一定要这个苗子 苗子够壮哈 一定要是苗子够壮 如果这个苗子比较瘦啊 比较弱呀 这个时候不要给它催花了 即便它有花的话 我们适当的也应该把这个花 掐掉哈 或者把这个花包捏死 让它继续腹壮哈 不要让太急于开花了 因为这个苗子如果弱的话 或者根比较弱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开花 它所消耗的完全是这个 兰花这个炉头的养分 当这个苗子过弱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给它这个醋花 也用一些醋花的肥 还是主要保苗子 这样的话 保证这个苗子健康的话 它明年也会开出更多 更壮更好的花嘛 当然如果这个苗子比较弱的话 那么即便它开花 它开的也并不是太完整哈